賴埔總統 蘇院長 李秘書長 顧秘書長 柯總召 以及收看直播的國人同胞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們主要是要替臺灣做出一個關鍵決定 解決一個懸葬已久的問題 有關於美國牛肉和豬肉的進口議題 經過這幾年謹慎的評估 現在我已經責成我們的相關部門 在保障國民健康的前提下 依據科學證據 國際標準 訂定進口豬肉萊克多巴胺安全的容許值 以及放寬30月0以上的美國牛肉進口 這是一個基於國家經濟利益符合未來總體戰略目標的決定 臺灣的經濟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我們必須掌握戰略機遇 在臺灣 為臺灣推開障礙 打開活路 走向全球經濟的新舞台 大家都知道 美中貿易戰和這次的疫情 對世界經濟帶來的結構性改變 也加大了全球供應鏈的重組 面對經濟的巨大的變局 臺灣因為致力於經濟的改革以及疫情控制得當 我們不僅撐過來了 經濟成長也更回到了四小龍第一 股市也締造了歷史新高 同時 我們也迎來近數十年來 最大的臺商回臺投資潮 還有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看好臺灣 在臺灣加碼投資 這可以說 臺灣經濟脫胎換股 迎向未來的契機 接下來 我們要成為全球供應鏈重組中的關鍵力量 我們必須跟世界各經濟體加速連結 尤其是跟我們最堅定的戰略夥伴 也是世界經濟龍頭的美國 強化連結 臺灣是美國重要而且極具關鍵的貿易夥伴 臺美企業間也有緊密的合作關係 但不可諱言 因為我們的相關法規 尚未跟國際規範完全接軌 成為臺美經濟進一步合作的障礙 我相信 如果我們能夠在美足美牛的議題上 跨出關鍵的一步 將是臺美經濟全方位合作的重要起點 未來 我們的經貿戰略可以更靈活 更有力的展開 對於這兩年受到美中貿易衝突 以及疫情衝擊的產業 特別是傳統產業 這將是一個重要的契機 今天的決定也是一個能夠有效 促進臺美關係的決定 美國牛肉和豬肉進口的議題 從橫水扁前總統到馬英九前總統 都對美方做出了承諾 要解決關於美牛 美豬的問題 雖然兩位前總統 在當時的時空環境跟條件下做了努力 但也僅能夠處理部分的問題 這讓臺灣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 受到國際的質疑 我們的貿易談判信用也受到質疑 它所影響的不只是臺美間的經貿關係 甚至包括CPTPP等區域貿易協定的參與 也會讓其他國家抱持疑慮 質疑我們是不是有決心解決困難的貿易問題 此時此刻 臺美關係達到數十年來最好的狀態 美國從國會到企業界 都明確期待臺灣跟美國 可以有更廣泛更深化的經貿往來 甚至對臺美的BTA都樂觀其成 這是對臺灣經貿發展最好的契機 但是我們必須要展現 面對以及解決問題的決心 當然我們也知道 從現在開始到真正洽簽貿易協定 還有一段路要走 但貿易協商的前提是必須要合理化貿易管理的措施 要以同樣的國際標準對其他國家互惠開放 今天的決定也是一個符合國際食品衛生標準的決定 政府有責任確保市場上所有的食品 必須符合國家食品衛生的標準 這一點 我們沒有任何妥協與讓步 在2012年之前 國際上針對萊克多巴胺的含量 並沒有規範的標準 而美國的牛肉也因為狂牛症的問題 曾經引發疑慮 我們也確實曾經對含有 萊克多巴胺的牛豬肉的進口有所保留 但是在2012年的7月 經由國際標準的制定 以及後續的風險評估 逐漸累積出更多的科學證據 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因此修正了立場 要在以保障國民健康的前提下 基於科學證據 國際標準 對進口的食品做出相關的規範 這也是我在2016年競選總統時候的立場 這個原則 我們並沒有改變 也沒有退讓 但是因為時空環境的改變 使得過去所沒有成就的條件 如今正逐步的實現 讓我們能夠有空間 做進一步開放的決定 首先 萊克多巴胺風險評估的資料 已經比較充分 許多科學證據 也經過時間的累積 慢慢的浮現 再者 從2012年開放至今 美國牛肉並沒有在台灣構成任何食安的問題 而國人對於美國牛肉的消費量更是大幅度的成長 環顧周邊的國家 包括日本 韓國 新加坡等國 也陸續開放 含少量萊克多巴胺的豬肉的進口 台灣政府的相關單位 在2012年 2019年 都曾經對萊克多巴胺的牛豬肉品 進行健康風險評估 而結論也都能夠證實 在Codex 標準底下 都沒有食品安全的疑慮 另外在2013年以後 美國已經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 也就是OEI 列為狂牛症風險可忽略的國家 同樣的 衛福部也在2019年 進行了嚴謹的風險評估 結論也是安全無欲 不過人民重視食安 這點政府很清楚 對於未來美國牛豬肉的進口 跟大家保證 政府會做好安全把關 我們會強化進口肉品的檢疫跟查驗 我們也會落實食品標示的規定 清楚標示食品的來源國 提供消費者充足的資訊 可以選擇 從散裝的食品和包裝的食品 到零售市場 從零售市場到餐廳 以及便當業者等 未來都必須讓消費者得資完整的食品資訊 來確保食品安全 今天的決定 也是以一個確保 臺灣農業生技不受影響的決定 請大家放心 政府絕對不會犧牲本土的 本國的豬農的權益 我知道國人會擔心 臺灣的養豬產業 在開放美豬之後 會不會受到衝擊 但我也要提醒大家 即使在前階段我們開放外國豬肉進口 目前國人對豬肉的消費 還是以國產豬肉為主 進口豬肉只佔了一層 並且以加拿大和西班牙為大眾 美國豬肉的市場佔有率並不高 這代表在前一階段美國豬肉的開放 並沒有對產業造成巨大的衝擊 不僅如此 我們在這幾年來 積極地提升我們養豬產業的實力 在今年 我們更做到了過去24年來的政府 都無法達成的任務 除了讓臺灣從孔提議議區儲民 我們也成功地防堵非洲豬瘟 讓臺灣的豬肉能夠順利地出口 現階段國產豬肉的市占率達到九成 競爭力也在持續提升當中 但是我們能將設立一百億元的養豬產業基金 確保我們豬能的收益不會受到影響 我們也會努力提升養豬產業的競爭力 讓臺灣養豬產業在戰勝口提議跟非洲豬瘟後 走入新的里程碑 目前豬肉已經可以出口到新加坡跟澳門 接下來我們會輕全力打開更多的市場 讓更有競爭力的臺灣豬肉可以賣到全世界 有關美牛美豬開放進口的議題 在食安上我們是科學證據 國際標準清楚標示 這個就是我們開放進口的原則 在產業上保護豬農收益 提升國產豬的出口競爭力 打開國際市場就是我們的目標 在稍後的行政院記者會 全政府會會向大家說明具體的細節 以及相關的措施 最後我要再一次強調 我們已經做過整體的評估 認為現階段進一步開放美豬美牛的決定 是一個符合國家整體利益 及未來戰略發展目標的決定 它也是一個能夠促進臺美關係的決定 更是一個符合食品衛生標準的決定 也是一個可以確保臺灣豬農生計不受影響的決定 這是臺灣有機會邁開腳步 走向世界的契機 我們已經做出決定 請大家跟我一起勇敢的踏出這一步 國家一定會走向更好的未來 謝謝